100. 太陽報 兩非直行李工機場拋房斷政 2015年7月15日 港文A13 本報信 地勤行李工淪為機場老鼠、攝偷乘客行李內 iPhone 6被捕 兩名受估於一間地勤服務公司外判承辦商的 菲律賓直行李搬運員 前日在香港國際機場停機平運送寄倉行李時起貪念 打開一件無上鎖的行李 涉嫌偷去兩部全身 總值一萬元的iPhone 6手機 乘搭公司小巴離開時 被警方登車植查並搜出裝物 涉嫌盜視被捕 涉嫌盜視被捕的兩名男子 24歲及19歲 區為菲律賓籍 受僱於為航空公司提供地勤服務的外判承辦商 據悉 兩人入職一至兩年 手略無上鎖行李前日下午 香港國際機場得衛星客運郎的停機平 正運送一批黃夏門的機倉行李 一件無上鎖的行李被人打開手略 取去兩部iPhone 6手機 為被公司發現報警 機場警區情報及支援組接報後 立即部署監察行動 於下午六時許聯同特遣隊人員採取行動 到停機平直停一輛正接載員工離開的小巴 並登車植查兩名男子 在兩人身旁手獲兩部總值一萬元 全新手機 兩男涉嫌盜視被捕帶柱扣查 調查期間 相關的內地航空客機已抵達廈門 一名乘客發現機倉的行李中有兩部智能手機如是 本港警方站未能聯絡他作查 作凌晨零時許 其中一名疑犯被押回屯門少倫院住所搜查 並檢走一個杯囊作調查 機場警區情報及支援組營再跟進案件 警方提醒市民乘搭航機時 應隨身攜帶及妥善保管個人財物 切物將現金或貴重財物放置於記倉行李